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啊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现在墙内是完全封杀一切关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消息 任何否定或者质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思想和言论都是要完全删除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简体中文区域,尤其是墙内的渠道,什么微信,百度 你只要收一下物价上涨,那出来的全部清一色的 是这个美国啊,日子过不下去了,通胀很严重 美国人油也加不起了,车也开不了了 日本日子也是一样啊,过不下去了啊 这个政府束手无策 韩国呢,也是经常是吃不起肉啊 吃不起大白菜啊,日子完全没法过啊 唯独呢,你是看不到中国的物价情况 你会发现你在简体中文区几乎是搜索不到啊 所以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啊,相当罕见的一个洗脑的一个工程啊 中国共产党啊,称之为预期管理啊 有些小粉红物谋的我这留言说我洗脑 我何得何能去洗脑啊 中国共产党要管理你获取信息的渠道啊 这才叫洗脑,我这提供其中我这个频道这一万多来人 我何得何能洗脑啊 我洗脑的群体啊 你想想,中国共产党不喜欢苹果日报啊 把苹果日报黎智英捉起来啊 全部关掉啊 不喜欢你黄之锋把这个捉起来 不喜欢你立场新闻把立场新闻关掉 这个哪个这个说说句话的 我就警告你国内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何得何能你想想我无法管理你获取信息的渠道 这只是叫做提供信息啊 这跟渠道什么八根子讨不着啊 而就在这样的这个极端的啊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预期管理底下 居然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我们看这个中国经济 你比如这个美国是相当透明啊 出来一个CPI大家都知道要加息了啊 加息可能还要多加点啊 因为这个CPI的数值是这样 它是一对应相当透明 美国政府将要做什么 我们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也知道啊 我现在给你个台湾政策法 你知道了 给你一个小眼神 你知道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就在这个一个他把坏消息全部拿掉之后 他要起到一个效果 当然是大家要看好中国经济啊 但是事实上你看你把这个全部拿掉之后 你说这个中国股市居然啊 是没有上涨的 十几年那里你越作越严啊 这个任何这个否定质疑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 你都删除了 居然中国股市还能下跌 嘿 这就是离谱了 这就诡异了 天天告诉你啊 中国人民币啊 稳中向好啊 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 人民币居然还在跌 人民币居然破漆了 啊 这就很可怕了 啊 就是证明什么呢 证明整个投资者的群体 整个市场 对于中国经济 有相当高度的共识 也就不需要你 你把渠道全管起来了 甚至是墙内的股市 你想想墙内的屁绵 墙内的韭菜全是管起来的 怎么你们还要卖股票呢 你想想 也就证明 大家都觉得不对劲 大家都在润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大家实际情况 也是不允许他看好 你让他看好 现在去做生意 他没钱了 你让我再看好 你把我洗脑 洗到天 天发冷风 都没有用了 你洗到天上去都没用 我现在没钱 我要卖股票 我要卖房子 你说哪个 你把我洗 洗得干净 你没用啊 对吧 所以这个实际情况啊 现在看来是相当糟糕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实际情况啊 很难得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捉紧收收听这个小林财经啊 这个现在这个信息很缺乏啊 好不容易给我收到啊 你看最新的这个墙内的物价啊 也是涨翻了 天天说美国涨翻 日本涨翻 韩国涨翻 欧洲啊 这个没有的烧烧烧煤了 没有的烧烧暖气了 要冷冷是冷的不行了 还是中国的饿的不行了 天天这个现在是城市饥荒了 没有出现过的 现在是秋风起啊 该是搞腊肉了 搞搞吃吃猪肉的时候呢 哎呀 现在是吃不起了啊 这个网民们发现啊 之前八块钱一份的炒猪肉 现在已经涨到13块了 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 八月份猪肉价格啊 同比上涨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哇 不得了 涨这么多啊 环比涨幅啊 也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二啊 也是蛮很高很高啊 八月份猪肉涨飞了 九月份第二周啊 全国生猪的平均价格 还是个批发价啊 二十三点三元一公斤啊 那到这个一般人民群众手上 还要加上运输啊 跟我一般问起来 亲戚朋友价格也差不多 也就是要到四四五十啊 现在猪肉里能吃得上 如果你还要吃好的什么土猪 黑猪啊 这就一般的 就是通行的 墙内就就就比较一般的猪肉啊 墙内质量都是很堪忧的 我们都知道了啊 你说什么 天天说什么台湾来猪啊 哎呦 大陆 你试试进口大陆猪肉 试试看 那些什么什么蓝银啊 什么什么 哎呦 我去 你有本事你去进口什么大陆猪肉 来看试试看 那玩意吃的吃的 你标起来啊 保证啊 所以这个 毕竟年类啊 这高点 呃 23.241元一公斤 这是个批发价到到手里 那就要翻倍了 因为呃 中间这个这个环节都要赚钱嘛 运输要赚钱啊 零售那摆个摊 我也要赚钱啊 那不让我吃什么呢 所以一般到零售涨个一倍差不多啊 呃 比比较一般的一个规律啊 针对猪肉过快上涨啊 这个政府也是有所行动啊 中国政府啊 着手调控啊 近期已经完成了两轮中央动猪肉储备投放啊 证明确实有点高啊 和国家发改委啊公众号9月16号微信公众号显示啊 预计9月份国家和地方合计投放这个猪肉储备啊将会达到20万吨左右啊 这个是个什么水平是历史上最多啊 把那个国国家能投放的啊 当然要留一点军队啊 留一点那个保保证各种供应嘛 哈 所以就他不会全部放出来 开玩笑 那还叫做储备吗 啊 能放的基本上全放了 后面再放他也没得放了啊 所以这个单月份投放数量已经是历史最高的水平 呃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啊 傅林辉表示啊 猪肉价格现在是上行周期啊 但是这个呃 猪肉才能合理啊 猪肉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啊 就像上一阵子告诉你啊 如果你听你听听他的不得了啊 他他六六的人民币六的时候 他告诉你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 那什么叫大幅你不知道啊 你说六到七是不是大幅我们也不知道 是吧 你百分之十几算不算大幅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他说了算 你说他说说错话了啊 到时候就你你呃 你你亏了是不是找他哎 你找不到他是吧 你说你说话要不要负责任了 是吧 你你听听说稳中向好 我我我投股票亏了 是不是你负责呀 是吧 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记者也是注意到啊 最近是多家券商 也是预计年底啊 猪价啊 高点会升到30元一公斤 也就是零售价可能要到60元以上 如果你是吃什么土猪啊之类的 可能要八九十啊 所以这甚至是100元一公斤 国庆长假将至啊 呃 这个猪肉啊 这个需求可能还要是还要再上涨一点 毕竟是个假期嘛 所以这个猪肉价格上涨啊 看来是不可避免 呃 一般来说啊 其实七八月份 那正是猪肉 原来还是淡季啊 哎呀淡季已经是搞成这样 忘记啊 不得了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啊 七月份猪肉价格啊 七月份已经上涨了 你看啊 八月份还要上涨啊 七月份啊 同比上涨20%啊 环比猛涨25.6%啊 原来七月份涨得很厉害 八月份已经是斯文多了啊 呃 但但是啊 他他肯定都是一直在涨啊 只是幅度没那么大 嗯 这个华联期货研究员啊 讲情向记者分析啊 这个超级啊 国内生猪产能啊 自2021年七月份以来逐步下降 产能还在下降 难怪了啊 因为出出产少了啊 养殖端产能去化速度 今年明显加速 哦 搞环保 搞什么什么飞机啊 不知道啊 啊 经常部门去关照关照啊 说你啊 怎么卖了几斤芹菜啊 给你罚款六万块啊 那你就关门了 关门不就没有供供给了啊 是吧 所以这个产能去化速度 居然还明显加快了啊 现在没有产能啊 居然啊 这个没有猪肉了啊 啊 导致六月份以来 猪价大幅冲高啊 今年夏天高温天气突出啊 尤其是南方地区持续呃 罕见的高温天气啊 所以这个呃 生猪存单量啊 也是在下降啊 猪源出量也是不积极啊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出不来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近期中秋旺季带动下啊 阶段性需求向好啊 所以需求在上涨 供供给在下降啊 出现这个情况 记者了解到啊 由于生猪生产啊 具有一定的周期要十个月啊 从配种到出难要十个月 所以历史上啊 这个猪肉 它都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猪周期 有时候涨飞了 有时候又跌啊 就就在这个政府的瞎折腾 农农民嘛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 有时候炸堆啊 中国人投资也这样啊 买房也扎堆什么扎堆 哦这个猪又长了 对吗 大家都去养猪啊 一下子又全搞了 有时候一搞环保啊 一出来什么呢 之前2018年的时候啊 是比较猛的啊 涨到当时涨到40 当时啊 当时由于这个非洲猪瘟啊 各各方面的影响 环保政策啊 等影响啊 所以当时就就涨涨标了啊 就18年的时候涨到40块啊 这一轮啊 预计啊 就看现在的基本面 比18年还要在涨还要在猛 还要达到历史新高啊 中国2020年啊 生猪出难量啊 较2017年啊 还锐减了25%啊 所以现在看基本的基本面啊 这个猪又价格 还有的涨啊 之后曾经是下跌过啊 因为资本涌入啊 然后一下子又又下去了 但是下去没多久 可能两三个月啊 便宜了一点点啊 之后由于这个疫情管控啊 方方面面啊 又起来了啊 又起来了 是由于又亏嘛 亏又又不干了啊 所以一下子今年 嗯 是三月 今年是三月份下旬开始啊 这个生猪价格已经是 开始回升 你想三月份涨到现在了 国内鸦雀无声 听不到声音 这怎么还蛮恐怖的一个事情 你想想 外面你游行示威啊 什么的 国内闷声发大财 哈哈 你猪肉价格居然啊 你看这个农业协会公布 农村农业农村部 三月份已经开始涨 我们居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现在中国中国人也是 他不知道是发不出声音呢 还是还是他已经被管管得死死了 可能天天做核酸也是做做腻的啊 啊 所以他他现在也是 啊 没没人说话 就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猪周期吧 反正 而这个中国养猪网啊 监测到的数据显示啊 9月16号啊 外三元猪肉价格是23.59元一公斤啊 环比上涨9.98%啊 同比则上涨5% 原来今年比去年涨了85.31% 你看看中国人的猪肉涨了一倍 没有人说话 我去 或者说不一不让说话啊 呃 最后说一下专业人士看法啊 方正证券啊 认为综合前期调研和市场反馈啊 随着供给边际逐渐下降 11月份开始啊 需求端明显上升啊 缺猪将是下半年生猪市场的主旋率 猪肉再次上涨只是时间问题 哎 这么有良心的券商啊 迟早把你关掉 啊 啊 供需错配啊 这个叠加啊 情绪助推下啊 看好高点啊 到 测测他说的是买股票的问题啊 看好高点到30元一公斤啊 所以偶发啊 外外接因素啊 如果出现更加波动啊 还不好说啊 呃 普遍预计啊 今年可能要比以往都都要高了 大家那印了这么多钞票 这钞票到哪里去吗 啊 中国现在是比较乱套啊 方方面面 你比如人民币 你雇得了人民币呢 你又雇不了国内刺激 你雇得了国国内 我说了这个李克强要要大水漫关啊 又不敢大水漫关 为什么不给他不管大水漫关 因为人民币要守住 守得了人民币呢 在这国内也没钱啊 国内什么现在鬼祸狼嚎的 没没钱没钱啊 这个各个地方另外不是来个张献忠 就来个什么日子过不下去啊 怎么过不下去 我们也看看吧 啊 2020年上半年啊 财政部啊 公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啊 居然是无一盈余啊 全在亏 全在亏的劈里啪啦的啊 什么上海也赤字 上海也赤字 48个亿 全中国没人赚钱 全亏 政府也亏 老百姓也亏 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 亏了乱七八糟里面啊 你看这这政府就就瞎搞了 你看啊 网上啊 疯传一个 深泽县桥头镇啊 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 最近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疯了啊 自从搞美团 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揉了点拳之后啊 那简直是疯了 现在到处乱罚钱 什么你看到这个 玉东便利店 王东便利店啊 鸡蛋未标明价格 没有啊 已售出两盘 银利两元 卖出去一盘 那么就赚一块钱 你说这次生意能做吗 卖多少 你才能够交租呢 我的都不说人工了啊 所以对现在对商店啊 处于五千块元罚款 我卖出去赚了两块钱 没有明保标价 我去 我一个小便利店 有时候确实就就懒得标 然后你你来问你 你觉得贵 你就甭买吗 对不对 赚了两块钱 都是个良心工程 我去啊 现在要没收违法 所得两块钱 还要罚款五千块 这日子能过吗 哎呀我都不明白这些相关政府 还人民政府呢 还这个世界的人民至上呢 我这哎呀不用了 哎呀多姐 哈哈啊你不要来了 哎呀啊 所以现在这个财政赤字啊 导致这这这这老百姓生活是没法过的 到处罚款 到处查电动车 到处给你开罚单 以前两百块 现在很多城市已经是五百了 我看到深圳还有一千块的 围庭围庭就罚了一千了 我去啊 所以现在这个除了呃这个财政以外啊 你看现在全全部倒闭啊啊 2022年上半年有46万家企业倒闭啊 三百一十多万家工商户注销啊 到七月份为止 今年每天有四万家企业注销 还还算注销的 很多是没有注销就关门的啊 不一定注销才关门 注销已经是三百多个万 我保证关门的是注销的十倍 很多人注销不了 也就也就关门的可能要到三千多万这样 有些是个体户啊 只有一两个人 所以没有法制作啊 全国啊 还有一个人工 你看重点说一下 2022年6月份跌破 人工越来越低 哎呀越来越好了啊 跌破十块钱一小时 日本是越来越高了啊 这日本是再上调了 那当然日本已经很多年没有调了 现在现在要要把它弄上去 日本是全国都在努力上调人工啊 一定要把通胀弄上去 中国你看哎呀 社会主义优越性啊 不好啊 2022年6月份 时薪在劳务市场10块钱 这日子怎么过啊 八月份已经跌到6块钱一小时 哎呀就就这就所以啊 现在现在中国啊 政策也是进退失据 你你保的要人民币保物料经济保了经济保了人民币啊 还有还有就业啊啊 防防便满 还有疫情 你抓这个疫情一抓的经济要死了啊 所以各方面都没法做啊 还有这些什么什么管控啊 还有什么洗脑啊 预期啊 搞的一团糟啊 时间有限 这个视频先说到这里啊 觉得有点意思点到这个分享 拜拜